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耶伦 中国保证其银行业表现良好 香港批准逾5万个高财通 到港的3万多人中9成来自大陆 台湾黑熊学院办蓝雀行动户外演训 考验台湾人战灾下的生存力 中国广州开一线城市第一枪 松绑大户型限购 中国国航南航去年大幅减亏 国际航线恢复缓慢 请大家收看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仍可控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他在现阶段仍未看到中国经济 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外移效应 最近访问北京的美国财政部官员 获得中方的保证 尽管中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陷入动荡 但银行表现良好 耶伦指出 中美经济工作小组将在不久后 在北京碰面 对中国经济情况进行较大范围的讨论 比较中美经济表现的分析指出 美国在金融和股市等方面的表现都比中国好 未来中国在经济上应该不会超越美国 白宫经济顾问布雷纳德表示 美国可能会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和红海航运中断的影响 但这些风险似乎已得到控制 并强调美国经济是强劲的 他认为美国经济前景乐观 消费者信心将继续改善 强劲的就业人数将推动经济增长 香港批准逾5万个高财通 到港的3万多人中9成来自大陆 联合早报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汉表示 高财通计划已经收到了约6万5千个申请 并批出了5万1千个申请 目前已有约3万6千名申请人及其家属到港 其中9成多来自大陆 申请人主要具有高学历和高薪酬 其中有些人的年薪超过250万港元 或者毕业于世界百强大学 这些申请人大部分在海外大学毕业 工作经验较浅 但在英、美、澳、家等名牌大学升学的比例较高 到港后 申请人主要关注子女就学和广东化等问题 政府会提供协助 孙玉汉强调 高财通计划允许人才先到港再找工作 一些人已经找到了工作 很多人将带着特殊工作赴港创业 对香港的发展有帮助 到港后 人才不一定从事原有的工种 政府正在进行追踪问卷调查 以了解申请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及其对香港经济的额外贡献 台湾黑熊学院办蓝雀行动户外言训 考验台湾人战灾下的生存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北的民防团体飞熊学院 在1月27日举行了名为蓝雀行动的大型户外言训 旨在模拟考验近百位参加过基础营学人的战灾应变能力 演训内容包括物资准备 减伤分类 伤患的止血 急救和后送 以及自救避难等 参与演训的学员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机制 提高自己在战争中的生存机会 演训中 学员们分成十对 通过模拟空袭警报 试验自己在面对战争时的应变能力 学员们跟着教官和队府 检视战前可能需要的物资和战后 投入救援工作所需的医药材料 工具和食物等 当战争带来大量伤亡时 学员们进入救护模式 展开救援工作 包括减伤分类 止血处理 急救和送医等 同时 他们也学习了如何在激烈战事中自救避难 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台湾的战争威胁日益紧张 因此部分民防人士 希望提前做好战争的准备 参与演训的学员表示 通过这样的训练机制 可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力 黑熊学院的行销长表示 虽然参与演训的学员 已具备基础的急救和避难技能 但在真实战争情境下 仍存在变数 通过模拟情境 可以让台湾的平民 发挥最大的民防实力 黑熊学院于2021年成立 旨在进行民防教育推广 去年 该学院已训练了3万人 超过100万台湾民众通过其平台 强化民防知识 学院倡导台湾如果想要和平 先要准备战争 并得到了台湾半导体企业 前连电创办人曹新成的支持 中国广州开一线城市第一枪 松绑大户型限购 美国之音中文网 广州市政府宣布放宽购房限制 取消了购买建筑面积超过120平方米以上 住房的限制 这是广州成为中国首个取消 大户型购买限额的一线城市 为提振房地产市场带来了重大举措 此举意味着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购买 这种规模的公寓 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拥有一套房产 这将有利于加速减少住房库存 促进楼市活跃 同时 广州市政府还计划加大住房保障力度 筹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并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 各城市可以因地质疑调整房地产政策 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 中国正面临严峻的房地产危机 许多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法完成项目 导致房地产市场信心不足 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尽管广州为解决这一问题 做出了努力 但住房去库存周期仍然很高 官方数据显示 广州房价持续下行 近几个月来 中国推出了多项支持措施 以提振房地产行业 但市场几乎没有显示出奇稳迹象 销售仍然疲软 开发商违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中国房地产行业和未完工的住房项目 面临着44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洪浩等专家认为 中国房市可能面临漫长的调整期 消化目前的住房库存可能需要两年 而出清所有再建房屋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目的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恶化的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是平级下调的主要原因 这也反映了国际商界日益加深的不安情绪 中国国航南航去年大幅减亏 国际航线恢复缓慢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国航和南航的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两家航空公司预计在2023年同比减少亏损 中国国航预计去年净亏损为9亿元到13亿元 同比缩小了96.63%到97.67% 南航预计去年净亏损为35亿元到47亿元 同比缩小了85.62%到89.29% 两家航司都提到了国际航班恢复缓慢和油价汇率波动等因素 由于国际航线尚未完全恢复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油价高涨以及人民币贬值等原因 两家公司都面临着经营压力 然而 国航和南航的国际航线已实现同比倍增恢复 根据最新数据 国航去年全年载客人数同比增长了169.2% 南航同比增长了127.02% 韩国瑜下周一拜会民众党争取支持 柯文哲闭门举行 联合早报 台湾立法院龙头选举即将举行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当选人韩国瑜计划下周一拜会民众党团争取其支持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透露会谈将以闭门形式举行 韩国瑜表示愿意释放最大诚意 希望能够寻求团结合作的机会 不过有立委当选人认为会议应该公开以展现立法院的透明和改革的政党性 民众党将在蓝绿两党的立法院改革诉求上做最后决定 民防部队推出急救援强化计划增加课程灵活性 联合早报 新加坡民防部队推出急救援强化计划 通过线上和实体课程来培训公众进行紧急应变 该计划分为45分钟的网课和4小时的实体培训课 让参与者能够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进行学习 掌握基本急救技能和应急准备知识 截至去年底 已有超过16万人注册为急救援 为社区紧急情况提供帮助 内政部和民防部队还举办了答谢活动 表彰急救援们的贡献 一位受表彰的急救援 分享了他在火灾和心脏骤停案例中的救援经历 强调了急救援的重要性 美国三岁童枪杀两岁弟 生母潜逃三天落网被控二级误杀 新岛日报 美国肯塔基州一起悲剧事件中 一名三岁幼童开枪射杀了他的两岁弟弟 孩子的父母和一名朋友 在一家汽车旅馆被捕 他们面临二级误杀和妨碍羁押的指控 事发时 孩子的母亲逃离现场并没有去医院 他声称他知道孩子无法挽救 并逃跑是因为他被通缉 父母声称他们购买枪是为了保护家人 检察官指控他们没有将枪放在孩子触及不到的地方 未能保护孩子的安全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孩子的照顾和福祉 是否有相关记录 中国春运首日跨区人员流动近1.9亿人次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 2024年春运首日跨区人员流动量近1.9亿人次 同比增长19.7% 其中铁路客运量增长最为显著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8% 公路人员流动量增长了16.6% 银行客运量增长了111.8% 预计春运将持续40天 全国跨区流动人次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90亿人次 这是新冠疫情后首个不受影响的完整常态化春运 1500架无人机 滨海湾表演一月龙门要封年 联合早报 新加坡旅游局 滨海湾金沙和大华银行合作举办的农历新年活动 将在滨海湾上空上演一场 由1500架无人机参与的灯光秀 该表演名为一月龙门要封年 以家人团圆和坚韧为主题 讲述神话中龙王的故事 表演中还包含了福 望等寓意美好的图案 表演每天晚上8时开始 时长10分钟 公众可免费观赏 此外 在无人机表演结束后 还将上演水幕灯光秀Spectra 此次合作还包括推出超过50项独家体验 向游客展示新加坡丰富多彩的独特体验 港医员指港府高压执法计划官邻矛盾 李家超批挑拨矛盾 联合早报 香港立法会议员批评特区政府高压执法计划官邻矛盾 呼吁港府缓和紧张社会氛围 然而 特首李家超回应称 相关用词挑拨矛盾 形容犹如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期的软对抗 谢伟俊列举了高压执法行动 并呼吁港府检讨高压执法 增加退税宽免以舒缓民怨 李家超则表示 不应该挑拨矛盾 更不应该挑拨地方矛盾 他批评谢伟俊的用词危险 并认为在爱国者治港下 宣扬负面和不符事实的信息是危险的 谢伟俊在回应时表示 观点角度而已 不要紧 有分析认为 李家超反应过大 谢伟俊的言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必要联系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 谢伟俊早前曾批评港府在施政时 重视中国大陆在小红书的评论 却没有同等重视香港市民的意见 容易让人产生小红书治港的观感 对老挝发展前能具信心 维闻 新加坡希望参与其中 联合早报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闻医生对老挝的发展潜力深具信心 并希望新老两国能继续保持密切的伙伴和外交关系 维闻认为 老挝在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非常强劲 新加坡对老挝在清洁能源 碳信用 矿产 稀土和农业等方面的潜力充满信心 他也强调 老挝需要加大在基础设施和物流联通方面的投资 并表示希望新加坡能参与老挝的经济发展 维闻此行还会见了老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沙伦赛 并计划会见老挝总理宋赛 他还将前往古城朗博拉邦出席亚西安外长非正式会议 胡塞电视台 美英两度空袭也门港口 联合早报 最近 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红海船只的攻击 导致美国和英国对也门主要石油出口码头拉斯伊萨港进行了两次空袭 此外 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摧毁了他们的反舰导弹 胡塞武装在上周五还发射了一枚导弹 击中了一艘英国邮轮 但船上人员没有受伤 胡塞武装这些行动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